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可以大胆地说 继续做 这里面我们刚开始起步而已 假设又做得好的话 那真的不是台湾出名 我可以做到全世界都可以知道 这我认为绝对有发展的空间 因为很难在平地里面 再找出一个面积这么大一半的平地森林 在这一块地的一个本身的条件 不管是从自然的资源 人文的资源 非常非常的丰富 我就只要这一片森林 继续的长大长好 它代表环境的架势 我就很难用金钱去衡量 很多的游客 来到我们讲 这个是不是 经过一段时间 就会把它停下来 当然就是看中央上的 是不是它能够永续经验 如果能够的话 当然我们 住在这一周边的这些朋友 我们是一定会支持它的 请它也不要放弃 大农大富品地森林园区 总面积达1250公顷 林务局和台湾糖业公司 共同在这片广大且平潭的土地上 种植有近20种低海拔常见树种 大多数是台湾本土种 经过多年的生长 现在树木已经成为森林 而且是大家都可以亲近的森林 天地森林 天地森林 你们去做什么呢 录影 我们很期待 《吉人看》 这个园区在开幕的时候 还有他那个木栈道落成的时候 就会邀请我们学校果队来这边表演 所以对小朋友来讲说 这是一个很可以亲近的地方 也是他们有成就感的舞台 所以对他们来讲对这边是很有感情的 因为这块地方真的很棒 可是只有真的 long stay 就是待在这里多待几天 然后真的才可以体会到这边的美 然后去办类似这样子的活动 去探索然后去认识环境 然后真的是可以让学生 或者是来这边的游客 真的可以学到更多 这边有来过举手 都有来过 好手放下 因为你们很近对不对 你们学校离这里很近 好吧 我们今天呢 我们这两天一夜呢 我们要在大家都来过的大龙大铺 大家都没有过夜过的大龙大铺 过夜 现在生理游乐学 基本上都是地形都比较陡峭 那这个就是在平地生理 顾名前面两个字平地 它是一片很大的平地上面 所以在一般的游客的使用 可以很轻松 可以很舒服的就满足 在这样一边是这个海岸山脉 一边是中央山脉 它是一个重谷里面 最大的一个平原 里面又有河川的经过 所以看它本身的资源 就非常非常的多元跟丰富 自然的环境 造就精彩的生物像 目前园区已只有六十多种鸟类 五十种以上的昆虫 十多种的两栖爬虫 和五种以上的哺乳动物 风饶的生态景观 是平地造林以前难以看见的 平地造林 这个工作是在大约十年前就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我们再向土地所有权 台塘公司租了一部分的土地 就按照我们十年前 我们自己完成的造林这个园区里面 这个地方再来规划成 台湾三大平地森林园区之一 叫做大农大富 这个我还非常清楚 记得当初我接到这个任务以后 到现场跟局里面的长官 一起来看查 那他们一发现了 这个地方已经休耕了 那个甘蔗园就等于废耕状状态了 两年多了 那里面密密麻麻 每一个区的甘蔗都长成 高度大概有两米多 那里面非常拥挤 所以那时候我平常心理想 我担心了好一阵子 的确事后有很多执行的阶段 也不是那么想象中那么的顺遂 但是我们是逐一的去克服 逐一去完成 当初这个计划来得很突然 所以我准备的时间也不多 没有办法去做一些 必须要三年前做前置作业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来做 那因此呢 有领务集来统筹 全省八个领馆处 既有的苗墓 就是阔叶树 全部可以出栽的苗墓呢 全部集中在花莲这个地方来 我说呢 我记得那一阵子呢 一两百万株苗在这边了 那树种来的数量又不是很整齐 有的多有的少 要怎么样去搭配 我们每不同的树种 每隔六行 我就换一个树种 那每一公顷呢 都种了一千五百株 所以我们这边 很少看到是一大片存棱的 没有 那我们就是用多样性的树种 不同的树种 搭配在不同的区块里面 所以营造出来的话 今天就看起来就是不太一样 大龙大福这块 因为过去是台塘的甘蔗田 所以很难得可以保存一片 这么完整的一个土地 那再来就是从日记时代 本来就是从甘蔗这座开始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就有一些文化的东西 留存下来 再早一点点 早期这也是 这个原住民出没的一个猎场 那这个历史源源从 原住民日记时代 到现在台塘 到现在平静森林 这一面本身就一个 非常丰富的文化的 一个历史跟背景在里头 所以有了自然资源 又有人文的资源 觉得这个环境 会不漂亮不好吗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棒 原住民文化 客家文化 闽南文化 跟着周围村落的发展 同时存在园区 并与森林和生态 一起丰饶了园区的内涵 花莲林区管理处 珍惜并重视这些人文资产 经常邀请周边社区 团体在园区内 举办一场又一场的 艺文活动 推广在地文化 也让游客们 能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 感受人文 享受自然 演唱 Portal 我接牙 Using 我滴 可以 我看我 我看你 我看你 其实我们林务局有三个的平地生理园区 那光复的这个大龙大富是其中一个 那还有是在屏东还有在嘉义 那大龙大富这个地方主要是有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相当多的资源投入 那现在除了我们的自行车的步道 以及我们的这个现走的步道以外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日地月池 那今天这个场地就是一个日地 那将来我们还有许多的建设还有继续在执行 从明年开始我们会陆续来建设 完了以后呢我想可以到这边感觉到面目一新 现在我们这个基地整个完整的一个范围 分成五个区域 环境保全的缓冲区就是在深色的这一块范围 你可以看主要的河川都是经过这些地方 这平常没有水的时候就没有水 但是爆的时候这所有的水都是涨起来都满起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的缓冲区就把它加大 这个部分就占了将近50% 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二号的部分 特别是在北边这块最大最完整 以前的平地森林都是从北边这一地方开始往南种 所以这边的树是最早最大最漂亮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列为是一个森林经营的体验区 那第三个部分是这个 这个稍微淺橄榄绿的这个自然探索区 那这个部分是因为园区这一块目前是没有耕作 没有种植这个自在 那比较北边这块地形比较融起来 所以把它成为一个自然探索的一个区块 核心区从日据死在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办公室的位置 那台九线从这个地方经过 所以我们入口区进来之后马上很快就可以到核心区 那核心区的一个目的是将来游客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很短的时间就把所有的游客的车子呢 就把它管制在这里 接收一些初步游园的information 那另外就是生草绿色的这一块 那这一块是现在台塘 它一直在推所谓的无毒農业 就是在这一块 那这个未来是结合了所谓的生产 主要的农作生产是在这一块 所以我们生活是一个乐活休闲的一个区域 所以整个分区架构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在这一些新的解说员 然后我们去解说员 电江陛中的解说员 我们去解说员 待会我们问代多这些解说员 我们去解说员 请她帮大家带领长精彩的森林园区的解说 来请大家先移动一下 我们有自备雨伞 小朋友应该OK吧 可以 简单看你的概念 社区参与是平地森林园区 永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透过在地居民的了解与分享 园区的存在将更具价值与希望 我们在解释的过程当中 当然有些就是说我只是来赏花 我们当然尊重它 我们不会去打倒它 可是有一些朋友 他需要了解在这边的生态文化 跟人文历史 那我们就是说 能够介绍的就是 第一我们强调的就是 那个低碳的 整个一个造林的一个过程 包括我们原始的这种 台塘的土地 然后变更为林地 整个一个栖息地的一个发展 看得到他突小先很奇怪 我真的喜欢吃他的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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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突小先又想最佳的一个 这个 其实大自然的一种呈现 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造假 对不对 而且像我们这边 原区来讲 我们当然是经过营造的 可是 这样的一个营造过程当中 我认为它是非常天然 而且很自然的 而且呢 不管它是 怎么样的一个朋友都能够进入 因为包括有一个无障碍空间 使给一些不方便的朋友 他们能够真的进入到森林里面了 我是感觉就是说林武吉他在这方面的部分做得相当卓道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桌边的朋友 我们也感到就是说有一点受费了 我是感觉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营造下去的话 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更多的游客进来 当然我们不希望就一直涌入这么多人 我们是讲到适度性的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片的园区 能够更多的社区朋友来 共同的来吧 做得更美好 我们要拥护这片的森林 拥护这片的土地 我们要尊重大自然 要学习大自然 要以大自然共存 所以我们整个一个人形步道的一个设置 就是把树保留在原来为之 那我们走路的时候 我们就要这样典型 让我们跟大自然能够好和平共存 这最重要的一点 这最重要的一点 花莲的大伦大户是属于花莲县乡亲所有的 今天这样美丽的色彩 也是属于全体国民所共有的 热气球的活动 主要的是带领我们所有参与活动的乡亲们 能够借着热气球升空 看到东部的海岸山脉 西部的中央山脉 趁着热气球升空的时候 我们看得更宽 更圆 更广 我们的胸襟也会更为广大 我们的气度也会更恢宏 我们国民的气质也会更为优秀 这是我们今天跟华莲县乘务合办 热气球活动的主要的目的 如果我们可以来到沙莲方体 能 fellow赚马也会感兴趣合并 超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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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小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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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